我們要談這件事 現在歐洲碰到了500年來 最可怕的乾旱 這個乾旱又碰到了俄武戰爭 出現了能源危機 能源危機以後 我萬物其障 我又通膨 通膨以後我薪水跟不上 薪水跟不上怎麼辦 清潔工說 我根本養活不了自己 養活不了自己 你要給我加薪 你不加薪 你現在看到畫面 現在變成英國街頭的畫面了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是在英國的愛丁堡這個地方 街頭目前的這個狀況 你如果到那個地方 愛丁堡過去 它其實非常有學術氣息 然後也是這個蘇格蘭 非常知名的觀光景點 結果沒想到你現在去了 你會覺得這個地方很臭 因為為什麼 全部都是垃圾 你看看到 滿街都是垃圾桶 已經寄成這個樣子 你看這行人走過去的地方 全部到處都是垃圾 那為什麼到處都是垃圾 因為清潔人員 他們罷工 他們說 我們現在今年 我們根本就活不下去 那今年整個英國的這個 物價膨脹率 以7月來說是10.1% 也就是10.1% 而且接下來 還英國已經警告 還沒有更高 接下來還會更高 搞不好會更好13 14 結果現在整個英國 這個所謂 他們之前的這些 所謂的清潔人員就說 那我們跟公司要求要漲價 結果公司不理你 不理你 然後他就罷工 所以你看 這整個愛丁堡的員工 在那邊罷工的這個畫面 他們就寧可就這樣子 就導致現在 現在整個完全 反正我做 我也不能溫飽 對 他就說反正我現在是最好 跟你抗爭的這個時刻 那事實上 愛丁堡的這個員工 每一個小時的這個 薪水是352元 比英國平均的還要低3.2元 所以他們要求說 我們至少回到這個 原本的這個狀況嘛 所以他們現在就這樣抗議 那抗議來說 你看 現在為什麼垃圾沒有辦法收 第一個 垃圾人員在這個地方 街頭抗議 再來就是他們垃圾車 完全都停在倉庫裡面 所以整個完全都沒有出來工作 那沒有出來工作 你知道現在怎樣 你看這是一個英國的這個 家庭的這個人員 他怎樣 他就現在只能把垃圾丟在他們家 他們的浴缸裡面 他們家都堆了一大堆垃圾 不然的話 沒辦法 沒辦法去丟啊 所以他現在整個這個狀況來說 對英國人來說 而且更慘的是什麼 不是只有他們要 要求到這個加薪 要罷工 現在緊接而來的話 你看 英國的皇家的郵政人員 他也說 我們目前這個通膨這麼高 我們跟這個 跟那個 要求加薪的5.5% 結果沒想到 也不太願意啊 不滿意啊 好另外一個 他們的港口的員工 也準備要罷工 公車的員工也準備要 巴士的員工也準備要罷工 所以現在整個英國 到處都要罷工 罷工的時候導致什麼 導致接下來 整個英國的這個 所謂 不只是只有 可能這個街頭上面來說的話 會垃圾滿天飛 很多地方都會 沒有辦法運作下去 他的生活成本很高 英國生活成本 四口之家的基本成本 對 要83,656 還不包括租金耶 對 所以你知道是 為什麼他們要要求漲價 因為他們現在整個 物價膨脹率 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他們要漲價 他們真的會活不下去 你知道這是英國的電價 英國電價 它有一個年度的這個 它有一個上限額度 那過去的上限額度 大概都是一千塊一千塊一千塊 就你知道現在呢 現在已經來到 調到已經到三千多塊 他說明年呢 會來到四千六百五十英鎊 四千六百五十英鎊來說的話 你看一個月四千六百五十 這個一年要四千六百五十英鎊 那是多高的一個數字啊 所以對他們來講 十幾萬耶 他們活不下去 所以他們覺得說不能夠接受 所以那事實上 連這個倫敦市長都說什麼 英國恐怕出現國家的這個災難 因為你這樣電價漲下去之後 真的是無法無天的這個狀況 你知道 英國他們現在很擔心什麼 他們現在也是要求 跟德國一模一樣 要求說你冬天了 你可能多買一些 這個羽絨外套在家裡面做 為什麼 因為以英國來說 英國他們一般的這個室內溫度 在冬天的時候會大概是二十五度左右 就一般的 如果你開這個暖氣大概二十五度 現在他們已經說了 大概今年的這個溫度 大概只能夠提供你大概約會 十七到十八度啊 那如果 那你現在要十七十八度 那是開了 那是有開暖氣喔 沒款暖氣的話那沒辦法 因為你沒有辦法開暖氣 所以那事實上現在英國人在講 他們都非常擔心啦 到了冬天 他到底活不活的下去 所以現在這一股這個所謂能源危機 不是只有在歐洲 德國出現 連英國都也是開始非常緊張 今年冬天的能源狀況到底怎麼樣 所以這個災難這麼全面系 抱歉不只是只有這些國家 現在全世界都是一樣 現在海地 海地原本就已經非常糟糕 結果沒想到你看 他們的通膨率29% 那這樣這個阿根廷也是一樣 阿根廷目前呢 他們通膨率大概是24%左右的數字 也就是說 而且他們現在也是能源短切 美金都完全不足的這個狀況 甚至你看在西班牙 西班牙跟英國一模一樣 因為他們沒有錢 他們也進行一個罷工 那南非也是一樣 所以現在全世界 為什麼供應鏈會大亂 因為整個通膨壓力增加之下 工人要更多薪水的時候 那沒辦法給你 所以很多供應鏈 就因此而大亂的一個情形 嘉明剛才講的 現在歐洲碰到了500年 那這個蓋漢 在他們碰到了俄烏的一個戰爭 它整個萬物其掌 通膨非常的嚴重 而台灣 當然我們現在 氣候變性對我們來講也有壓力 而最可怕的是 現在軒然弄颱風 離台灣非常近 這個現在變成說是地表最強的怪獸 它到底有多可怕 它威力到底有多大 它對台灣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好 現在確實颱風 現在已經來到我們家門前了 但是在現在 它掉落了一個安行場的狀況之下 它會在家門前 站在那邊大概一天的時間 它在我們外面待一天 對 它接下來還會持續的 吸收水氣持續的變強 那當然也跟今天 它吸收了這個熱帶低壓的水氣有關係 所以它的暴風圈持續在擴大 而且它中心風速還會持續的在變大 那我們透過這張衛星圖 其實看得更清楚 你看它整個範圍 現在變得這麼大一個 就是因為這個水氣 已經完全被吸收進去的關係 而且其實你透過它的 這個衛星照片來看 其實它颱風眼強非常的厚實 表示對流雲帶相當的一個旺盛 這是它的颱風眼強 對 沒錯 所以到時候在它逐漸的接近 還好它沒有直撲台灣 不然 這個就是它 對 我們可以透過看到 它颱風也非常的清晰可見 而且你從高空的衛星看下去之後 它的颱風眼強是非常扎實 對流雲線非常的旺盛 那還好它這一次在我們這邊 應該只是插邊球而已 插邊球 不然如果它直接撞進來的話 其實對台灣影響會非常的大 那剛剛也提到 它在今天開始 到未來24小時在原地打轉 那真的要影響到我們的時間 要到禮拜六的時候 北部的確風雨才會越來越大 那當然在過去段時間 它已經經歷過流球這個階段 到底會對流球造成什麼樣的災害 其實流球現在受創也蠻嚴重的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等一下 那台灣會放颱風架嗎 這個大家在討論 大家在討論 我已經三年沒有放颱風架了 對 但是這一次的颱風 其實說實在上 如果說要放颱風架的話 原來上風力的標準 會比雨的標準還要來得容易達到 因為它這一次呢 會帶來強風 對 尤其在西半部地區 你會覺得說 颱風是從東北小谷 對不對 那為什麼西半部地區 這個風會這麼大呢 其實就在我們現在錄影的 剛剛在台中就有大型的音架 整片倒掉 就是因為今天在台中 已經開始刮起強風了 所以西半部已經有強風了 對 而且在未來這天 禮拜五 禮拜六這兩天 風力都會越來越大 尤其在市區 可能會出現時機震風 要特別留意什麼 最近要選舉了 再兩個都會選舉 很多廣告有沒有 對 所以當你那個風 風力這樣吹下去的話 你就要特別特別留意了 可是我們看到現在在新竹 基隆缺水 台北現在是 我們的粉水水庫也降到了 非常 降到六成以下 水咧 對 剛剛講完風 我們來看水的部分 這個颱風在未來 逐漸往北走的一個階段 尤其是在禮拜六的這段時間 它會不斷的帶進 比較偏北風 甚至是東北風進來 所以降雨的狀況 來看到這裡 好消息要告訴大家 在明天開始 其實天氣狀況跟今天差不多 北部地區有零星的降雨 這個雨還不是最多 到了禮拜 到了三號 禮拜六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包含烏來 水庫的水源地有沒有 然後另外包含桃園的復興鄉 新竹的尖石鄉 那另外還有 包含像基隆的山區 也都容易會有晒 我們看到新山水庫缺水嘛對不對 如果缺水的話 對我們產業影響也很大啊 那這一次到了禮拜六 禮拜天的上半天 它逐漸的在北走之後呢 其實降雨的狀況 就會逐漸的趨緩散 所以這次對我們來說 誒 因為它只是擦邊球上去 可以解決我們北部缺水的問題 而且還不會造成 太大的一個傷害 所以台灣真的有一個神盾局 然後我們的颱風 已經三年過門不入了 對沒錯 所以這一次大家都覺得說 天啊這颱風要是 你都已經來到台灣東部 距離這個台東現在 就在家門前了 竟然還有辦法 尻了一個彎往北走 但是對我們來說 就很幸運 但對日本來說 可能就沒那麼幸運了 所以現在琉球很緊張 對 因為琉球這幾天 颱風已經經過 所以已經造成蠻大的 大家可以看到 長浪的部分 其實在琉球就非常的明顯 除了浪來的比較提前轉 其實暴風雨的狀況 也非常的嚴重 路數倒的倒了 停電停的停 甚至搬機現在都飛不了 但是現在 不是說颱風過了就好 在接下來 禮拜五 禮拜二六 往北走的過程 還要再往琉球拒之啊 所以對琉球 從日本的軍民來說 天啊 那我到底該怎麼辦 所以現在大家不斷的在 去超市 要把這個糧食全部給拿走 因為我就怕說 我今天或許買得到 我在幾天之後 我再去 還要再來一次的時候 那我該怎麼辦 對琉球造成傷害了嗎 現在對琉球來說 其實大概 搬機取消啦 監禮金取消100萬 但是你仔細看喔 在整個斷電的狀況啦 港口的狀況 其實現在都是一團亂 所以我說這一次 還好我們是插邊球 如果說他會 我們像琉球影響這麼大的話 其實台灣會帶來 蠻大的一個災情 好 剛才講到的 現在地球最大的敵人 就是老天爺了 現在歐洲碰到了500年來 這個第一次 500年來的一個乾旱 現在在巴基斯坦 是千年的一個水壞 包括我剛剛講的加州 加州也是 它建國以來 最可怕的乾旱 這都是千百年紀的 對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巴基斯坦這個洪災 它的泥流有多恐怖 這是現在巴基斯坦的狀況 大家不要覺得 巴基斯坦這個洪災 就是一般洪災 反正它不是動不動就淹水 沒有 它是這個 160個地區 有70個地區全部被淹了 我們看下個畫面 那種橋被淹的畫面 也是一樣 這個橋基本上你看 就全部都已經變成一片泥 你看橋是從中間被衝斷的 然後甚至汽車也是一樣 你說你停在路邊 或你開路邊拍攝 全部你看 汽車就像玩具一樣 積木一樣在水在那邊弄 而且像這種洪災 因為有3300萬的被淹 它那個車掉下去了 對 所以說因為有太多 你看這種3300萬的被淹 這種狀況屢見不鮮 而且像是你看這汽車 像是到泥家 然後跟它瀑布一樣 直接掉下去 而且還有這種人倫悲劇 婦女直接被衝走 這種東西就真的是 非常 你看看 這真的很讓人不冷心去看 因為3300萬人在這種水 然後人民就趕撤離嘛對不對 手牽... 它是三分之一的國土都泡在水裡面了 對 為什麼呢 你看他們人民手牽手在撤離的時候 大家都會問說到底這個雨有多套 我跟大家講這兩個月連續下了兩個月的雨 連下兩個月 就一直下 一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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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到最後呢 大家只能搭這種你看 手牽手去牽移的 然後你根本找不到任何一條是乾的道路 你只能走水路 你走水路的過程中 比如說走外一半衝著飄過來 這些人可能都會心裡受到影響 那如果的話 大水過來也會受到影響 土石油過來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非常非常危急啊 這時候很多人只能搭起一些 檢疫的帳篷啊 或是臨時的診所 那巴基斯坦到底有多嚴重呢 現在看起來 導播把東西帶回來 因為巴基斯坦有非常非常多的地區 它現在160個地區有70個地區淹水 然後呢 這是空拍土 這原本是巴基斯坦的部分 你可以知道是非常乾燥的 可是現在空拍土全部是一片是綠色的 全部變成洪水啊 因為呢 這個三分之一的國土 全部都淹在河裡 而且呢 你知道嗎 33%的這個國土被水淹掉對不對 對於巴基斯坦來說 除了人命或除了體 你看這個喔 現在這個全部都是空拍土 全部都是一片全部是被淹的 就土色就是淹的部分喔 它還會造成什麼 200萬畝的農地喔 全部被淹 小麥 稻米 蔬菜 水果 全部都漲價 所以就算你躲得了洪災喔 你也躲不了後來的糧食危機 這是人倫悲劇 另外一件事回過台看 欸 巴基斯坦水多人家 英國是遇到史上的大乾旱啦 英國乾旱是這樣子喔 歐盟有63%地區爆發英國 都發布乾旱警報 乾旱警報到什麼程度呢 歐洲是500年代大乾旱 對 那你要乾旱到什麼狀況呢 英國的環保署署署署 竟然叫大家喝這個廢氣的回收水 然後我們來看這個 英國的地下水是這樣子的 不管是馬桶的 然後呢 或是一般的洗手台的 或是洗澡的 所有廢水會一起汇聚到一個地方 到一個地方後 先把大型的碎塊 把它過滴掉 小型的碎塊過滴掉 反滲透茶汁 除了99的雜質 然後呢 紙外先殺去 然後呢 他們現在推廣這些水 就直接變成你乾淨的水來喝 這能用嗎 我不知道 但我心裡會毛毛的 我心裡會毛毛的時候呢 可是英國的環保署署署署 說 你們英國人不要這麼的嬌氣 叫大家去推廣使用這個 那請問大家不是發瘋了嗎 英國是個海島國家 英國並沒有真的那麼缺水 可是現在狀況就這樣 英國 你看這英國的廢水 這個水你再怎麼過濾 我覺得喝也不太對勁嘛 所以這陣英國也遇到這個狀況 那法國呢 法國現在出現一個大乾旱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盧瓦爾河國 盧瓦爾河國是被稱為叫做法國花園 你這次盧瓦爾河國現在的狀況就是 一片死雞 你如果在正確時間區 你會發現有大量的 向日葵跟玉米 非常漂亮 可是現在全部都變成干涵 所以你知道 真的世界到底發生什麼事 是我們不知道非常極端的